你有這樣的鼓勵陳琳姐嗎 前一陣子蠻擔心她的 對 但是我還是有 那個時候有發訊息給她 有需要我的時候我躲在 她的損失應該比不上你 挖礦的那個 她損失也不少 可是你是4000耶 來來回回啦 來來回回啦 你說挖礦的那些 失敗的經驗 失敗的經驗 我不覺得她是失敗耶 就是 所有的事情都要對自己負責嘛 當你決定要投入的時候 就代表你當時候那個失控背景 是你相信她 會給你一個很好的未來 對啊 那 失敗了你就當她是經驗了 可能 虧了多一點 那 就是個過程 對啊 那陣子 因為那個狀態會有影響到你的工作嗎 有 你的心情 因為 說實在你可能突然一大筆錢 從你的銀行戶頭 還是你的身天不見了 你一定會少了很多底氣嘛 對啊 那這樣也好啊 就變得你等於是 某種程度也是在 沈澱自己 重新沈澱自己 甚至 那個時候真的有時候 有一點小憂鬱 因為你會慢慢看到很多人性 剛好也是一種洗牌的方式 對啊 把一些比較 只是因為你 不管是名氣還是有錢 什麼之類的 靠近我之類的 慢慢洗腫 也是好事 前一陣子蠻 就是蠻擔心她的 對 但是我還是有 那個時候有發訊息給她 就是說 有需要我的時候 我在 很努力在處理 我真的說 放得不管 而且她自己其實也蠻 衰X的 她也說她自己會 擔起這些責任 我自己在旁邊看 我就覺得哇 這種東西 廠商也是這樣 她給你看了一定是最美好的那一面 而且她可能包裝了 一年之久 兩年之久 當大家都覺得真的的時候 你信了 你才幫她做代言 對啊 可是 誰知道她什麼時候想要去 幹這些 最後韭菜的事情 她有跟我講 她有發現到有點小不對勁 然後就已經要 跟她趕快做切割什麼之類的 可是 人家 人家的速度跟你慢慢來 你也沒辦法 跟人家說什麼 結果最後發出了這個事情 那怎麼樣 那她也只能笑笑的 然後扛起這個責任 所以當大家 就是晚上 也是我看到很多留言都蠻不友善的 對 甚至說我的那個MV下面也有很多不友善的 可是 這些人感覺 就是 沒有被割 而是來 為了酸而酸 對 我覺得 如果 今天是她 她刻意去幹這件事情 那就是她不對 今天 她也是 抽絲剝繭 就是 想說 這是可以信任的 對啊 有什麼辦法 那 反正只要她能夠 她有扛起這個責任去面對 那就夠了 你看她的虧損 她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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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吸睛能力是 會回來 哈哈哈哈 從別的地方再撞回來 對 她的損失應該比不上地 挖放的那個 她的損失也不少 嗯 其實我 我就說 錢其實到現在已經不是中光 她 但已經一個錯誤 她的名聲 不就是被這樣毀了很多嗎 好像 差不多 差不多了哈 金額 金額喔 不能說 但其實是真的蠻多的 會痛 一定 誰的錢噴出去的不會痛 是不是 對啊 都是 血和錢 可是你是四千耶 好啊 來來回回啦 蠻多的 來來回回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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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f 睡